回顾经典比赛,感受拳坛的魅力,欢迎收看国际先锋 根据相关格斗媒体爆料,中国选手严晓南下一场比赛确定了 对手将是目前UFC女子草量级排名第六位的克劳迪亚 这场比赛的时间将在北京时间9月27日进行 严晓南很有可能将登陆UFC新建设的战斗岛进行比赛 严晓南今年31岁,已经步入职业生涯的巅峰期 他在最近的一场比赛,击败了前UFC冠军挑战者波兰美女卡洛琳娜 在严晓南已经击败的五个对手中,几乎没有一个对他造成太大的压力 相信目前第十的位置绝对不会是严晓南的最终排名 如果严晓南能够在这场比赛中拿下排名第六的对手 那么严晓南极有可能取代对手的排名 甚至躋身UFC草量级世界前五的行列 现任UFC草量级冠军是张伟丽 如果严晓南一旦成功 或许将有可能与该级别冠军张伟丽来一场得比大战 严晓南即将面对的对手Claudia 在UFC已经拼搏了七年的时间 因为她脸部有一颗大智 所以有人喜欢叫她大智姐 当年UFC草量级还是属于乔安娜的时代 Claudia就是曾经的头号挑战者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她也出现了一些败迹 期待这场比赛的发生 期待中国选手有更好的表现 更多格斗视频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